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CURL实际的封装 对吧,我们也讲述了我们如何去登录邮箱 然后获取我们的这个未读邮件之类的 这一课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这个简单工厂设计模式 好,下面我们开始 简单工厂模式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设计模式 也是我们常用的设计模式 使用简单工厂模式能够根据不同的参数 使用不同的工厂,创建我们不同的对象,对吧 工厂模式就是类的这个创建模式 又叫做静态工厂方法模式 它是由一个工厂类根据传入的参数 决定创建出哪一种产品类的这么一个实例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这个 UMI2图,你看 在我们的这个代码中,我们的客户端只要调用我们的这个工厂模式去创建产品就可以了 具体我们是创建出A产品,还是B产品,还是C产品 我们只要传入不同的参数,它就能帮我们创建出对应的产品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工厂模式的这么一个UMI图 但是它这个工厂模式里面包含了有几个角色 以及它的角色有一些相应的职能,对吧 例如像我们这个工厂角色 它就是我们这个简单工厂模式的这个核心 由它负责来创建所有的这个产品类 它的内部逻辑都由它来负责 当然工厂类它必须能够被外界调用,对吧 只有被调用,它能创建出对应的产品 第二个,它就是一个抽象产品角色 简单工厂模式所创建的所有对象的副类 这里的副类可以是接口,也可以是抽象类 它负责描述所有实力所供用的公共接口 然后再是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产品角色 它所创,因为这个工厂创建的这个具体实力的对象 当然产品一般都是拥有一个共同的负类的 好,我们来看个代码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这个代码 它是没有使用简单的工厂模式的,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假如这是一个计算的方法 就传进来两个数,然后根据它的操作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根据这个操作服务来写的这个cast 对吧,它的加点乘出 那就对应的不同的计算方法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里会罗列了一大堆的这个操作服务 以及它的操作方法 然后如果以后我们要加方法 那在这里只能在这里一一加下来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那么美观了,对吧 也不是那么灵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 如果我们使用了简单工厂模式的这么一个方法 来,我们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看起来算是复杂 但是它灵活多变一些 首先我们看,我们定义了一个接口 叫做计算 它有个函数叫做get-retard,对吧 获取接口 然后我们定义了一个操作类 它这个操作类呢 它有两个属性 有三个属性 两个 前面两个是两个数字 然后我们也还有一个set number的这么一个方法 它就把我们的这个两个属性复值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add的操作 我们就继承至我们这个操作类 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计算的接口 对吧 那实现了这个接口的话 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 我们就等于我们这两个属性的这个加号 加的结果 复制给它 然后做一个返回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这个减法 减法操作呢 也是继承至我们这个操作类 然后实现了我们接口 然后它的get-retard的方法呢 它就是两个数的减 然后再返回 然后看我们这个审法 以及我们的这个除法 对吧 好 那紧接着就是我们这个工厂了 你看 我们这个工厂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首先它是个进大类 然后我们创建了这个 对象 对吧 你看我们根据这个操作类的不同 我们创建了不同的对象 创建了不同的对象 然后实现一些调用 然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首先通过创建一个 加号 我们创建一个加号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创建我们这个 off-add的这个对象 对吧 然后我们返回了这个对象 反过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设置了两个属性 然后运行它 那肯定也能得到结果 来 我们运行 看 1加2等于3 对吧 如果我们要 乘以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变了 对吧 所以 这样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看起来好像代码更多了 对吧 你看我这里可能一个函数就完事了 你这里还搞了一堆的类 一堆的这个接口 那其实这样做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 如果我们以后有什么变动 那我们只要修改我们的工厂类就行了 我们对外面都是透明的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要扩展 我们就只要增加我们这个类文件 然后在工厂里面增加一个 不同的这个创建方法就行了 所以 这其实比我们这个 更灵活 对吧 虽然这个看起来可能简单 你看 假如我要添加一个加号 对吧 我就复制三行 把这里变成一个加号 然后把这里变成一个加号 不就完事了吗 这是以前的我们的方法 而我们现在学了设计模式之后 我们要学会思考如何去解忧 因为我们写的代码 不仅仅是面对现在 可能 有可能假如业务多变的情况下 我们要如何重用这个代码 对吧 我们不可能说像这样写到一坨 然后呢 有变化的时候 重新再单独写一个函数 再重新写一坨 那这样成本非常高 如果我们写的正用 我们采用我们的简单工厂设计模式 那往后修改起来非常简单 也非常灵活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简单工厂设计模式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